這個是放在樹嗎 放在茶樹 放在茶樹喔 對 來到七堵苗圃 民眾大包小包 手裡拿著好幾株的苗木 滿載而歸 三櫻花 還有澳洲茶樹跟茶花 三櫻花還滿漂亮的 尤其到季節到的時候 看真的非常棒 312植樹節 就用市政府開放民眾 領取苗木 只要三張發票 就能兌換一株苗木 總計有25種苗木可以選擇 我其實是今年開始種 可是我一直之前就有看到 還領述都沒有機會過來 人太多了 這是一個可以那個 陶冶心情的那個 我們季隆比較夯的大概就是桂花 然後茶花 然後再來就是後葉石斑木 其實它的花滿小小的白色的 可是也滿好 而且後葉石斑木老實講 它滿適合季隆的氣候 那它也可以 它不會太高 如果說你場地不是很大的話 其實後葉石斑木 我覺得也不錯 這麼好康的事情 大家爭相走告 來領苗木的民眾大排長龍 捐出發票 確定完數量之後 就可以挑選苗木 免費的苗木 有三櫻花 桂花 茶花 任君挑選 不必花錢 又可以綠化環境 民眾都很開心 我們每年都會來拿 而且我們存活率還滿高的 對 你家就種很多就對了 對 我家陽台都已經 現在已經幾乎快滿了 每年都來 沒有人都來拿 基隆因為氣候潮濕 苗木培育相當不容易 以最搶手的三櫻花來說 七堵苗圃人員 特別細心照顧 日前購置了兩萬五千株的苗木 希望未來長大之後 能夠再發給民眾 在培育的時候 小小豬的時候 他很容易得那個紅蜘蛛 或者是白粉病 所以小群還沒還沒長高的時候 在培育是比較難照顧 所以我們都一定要等到高度 至少五六十公分 再給民眾 但是每年就是因為 那個供不應求 所以還已經到五十五十公分 大家就會盡量索取 所以我們就是小豬 盡量去要用心去顧這樣子 基隆市政府這幾年 大力推動城市綠化 除了市政府廣泛種樹 也鼓勵民眾多種一點綠色植物 憑這個三張發票可以換一株樹苗 然後每一個人最多 可以換三株的這個樹苗 那我們今年也購買了 大概兩萬株的這個小樹苗 然後等到它長到一定的程度的時候 也歡迎各個社區 或者是各個這個 這個林立友來認領 然後希望可以讓我們的市容更加美麗 由於苗木很搶手 一天之內就吸引一千位民眾 前來兌換領取 而原本五千株的苗木 剩下兩千株 將持續接受公務機關 學校和社區的申請 大家一起來縱樹 美化城市愛護地球 記者黃紹明基隆報導